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洲人 我是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50年 在这里见证了我的求学、工作、婚姻和为人服务的历程 在这座面積仅有33平方公里 虽然地方小,却五藏俱缺 有消防局、警局、医院、学校和酒店 都能满足到岛上的日常需要 成为区议员之后 我的首要工作是继续服务市民 加强市民和政府的联系 我致力推动长洲的传统文化发展 同时努力解决人口的流失 医疗短缺和教育资源等等的问题 对于我,长洲不仅是我的工作地方 更是我守护成长的避风塘 长洲岛面临的教育资源区乏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由于现行的校网划分政策 根据这个政策 香港被划分为不同的校网 每个校网覆盖特定区域的若干学校 长洲属于新界区 但岛上只有往返港岛的渡轮 这样意味着 岛上学童需要先坐船到港岛 再辰转前往新界上学 大大增加了通勤负担 怎样优化校网划分系统 成为了缓解长洲人口流失的关键 主要是学校网的问题 现在我们长洲现时 只剩下三班小学和一间中学 他们觉得不能选择 我自己作为区议员 其实在学校方面都有做一些工作 短期的、近些的 会不会将家长的意愿 小朋友的意愿 例如他们真的想选择 我们尽量让他们进去 长远计会不会将学校方面调置一下 来到 一出就可以到中西区 湾仔区 下网 可能是东冲区 一出可能是荃湾、淮青区 郭慧文心知 教育问题涉及长洲各个年龄层 在关注中小学教育的同事 他都密切关注幼儿教育的发展 长洲老德会女君博幼园 是岛上五所幼园之一 其面临的挑战反映了整个岛屋的变化 这间学校在1967年已经成立了 我是第三任的校长 这两至三年 大家都是面对修身的困难 本身这一间美军园园 修身的困难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每年大约20%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后 长洲岛上热闹非凡 这里举办的太平清照 不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被誉为全球十大古怪节日之一 五天的庆典吸引了众多游客 也凝聚了长洲居民的心 我差不多每年都参加的 好热闹很开心 每个长洲居民 外地的朋友 每个来都大家很开心去参与这个胜会 这是第一次去看到长洲的船 我觉得很幸福 长洲还可以保留到这个船 对长洲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生活 在这场盛大的民族活动中 长洲区议员郭惠文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不单是积极参与其中 更致力推广和保护的一文化贵宝 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 这是每年 例如初八、佛旦 我们全长洲的重要日子 每一年我们在台湖宇调 都会帮忙很多人去接待一些嘉宾 以及去做一些打点 就是帮忙的工作 你看到通街也有很多人 准备巡游、食物、活动 我相信在香港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之幸福 长洲岛虽然风景受礼 却面临着独特的医疗和养脑挑战 作为区议员 郭惠文将改善到 早上33平方公里的医疗设施 和老年人照顾列为重点工作 目前 长洲岛仅有一所医院 和五间养老院 怎样满足居民 尤其是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需求 成为了郭惠文关注的焦点 我们虽然有医院有急症室 但最快都是直升机 我们长洲出动直升机的次数非常之高 因为我们长洲有医生 但不够医疗设施 飞到金钟那里 停击平 然后再送去东区医院 第二个急症就是水警 水警载病人出去 第三就是简单的 救护车户送你到码头 中环再接你上医院 除了医疗问题 郭惠文还特别关注 长洲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传统截日期间 他组织各种活动 让老年人感受社区的温暖 今年端午节 他组织了一场 别具意义的派总活动 老人家来不开 一定要开心、健康、快乐 现在政府也高了他们的掌军 掌军 掌军,可能有老年人的病 子女都很多探望 而我们街坊和社团 不定时常去探望掌军 他本身就在长洲区住 所以他是24小时服务 例如像树枕 下雨的水浸 他都立即找部门跟进 我是过来人 心痛还是心痛 服务是一个承诺 我虽然在这儿 好生好长这么多年 亦都出过去市区工作 每次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 其实回到长洲 看到我们长洲的居民 其实心灵已经很不同 还有一个安全和放松的感觉 长洲就是一个我心灵的挡弯